歡迎收看電玩宅蘇沛,我是哈魯卡 最新消息, PS5 在全球的銷售量已經突破四千萬台囉! 如果你是還沒有入手正在觀望的玩家朋友們 現在宅蘇沛就要跟大家偷偷說一個好消息 近期關於新一代的 PS5 傳聞在網路上傳得沸沸揚揚 像是瘦身版的 PS5 Slim 以及升級版的 PS5 Pro 根據外媒最新爆料 不過 PS5 Pro 的硬體性能以及發售日期都正式曝光了 這個消息是不是讓人興奮到模糊呢? PS5 開賣時因為受到疫情影響 一度在全球造成供貨短缺、分配不均等等問題 不過隨著疫情趨緩,現在購買 PS5 已經不再是難事喔 近期索尼互動娛樂正式宣布 全球銷量已達到四千萬台里程碑 同時也公開了有玩家票選的 PS5 最具代表性遊戲榜單 像是《惡魔靈魂》、《Final Fantasy 16》 《艾爾登法環》、《戰神諸神黃昏》都名列其中 PS5 發售至今也兩年多了 玩家開始期待升級版 Pro 機型什麼時候會推出 先前就有傳聞,瘦身版 PS5 Sling 可能會在今年八月公開 現在 PS5 Pro 也被外媒爆料啦 內容指出 PS5 Pro 主機正在開發中 試用活動也在悄悄進行 遊戲開發工作室 預計今年十一月底就會拿到開發用主機 性能方面 PS5 Pro 的處理器和記憶體都有不小提升 在 4K 解析度上提供更穩定的 FPS 甚至有 8K 的效能模式和更好的光追效果 爆料指出 PS5 Pro 預定在 2024 年 11 月推出 還沒入手 PS5 的玩家或許可以再等等囉 新年快樂